講一下我的經歷 應該是嗎 我想用一個例子去想 剛才曾志豪也提到 我們那個聽眾到底在哪裡 黃楊達也有說到 他的變化要走入一些傳統的格式 不是 我知道聽眾在哪裡 我大部分時間是不知道那個operator在哪裡 其實我也有看的 你那個時報的皇上早朝 是不是叫皇上早朝 早朝天下 是啊 其實我們喜歡你晚上講粗口多一點 不過是 其實我也在呼應一個問題 就是 到底我們做的節目出來 是給什麼人看的 我自己想舉一個例子 就是最近 大家知道花園街大火 最近晚上要做節目的時候 我就去網上找一些資料 看看那些人怎麼說 那其中 花園街大火其中一個 就是非常突出的問題 就是 林瑞倫穿了一件黃金戰衣 下去巡驅 很厲害的 他那件衣服 是那些消防員的衣服 很厚的 但是最厲害的地方 就是後面跟著他的人 是穿西裝的 主要是他自己穿著那件黃金戰衣 那 然後 網上的人已經 就是在高登 起那個題 叫做 林瑞倫穿消防戰衣 樂區巡 下面那六板子的留言 全部都是笑他 狂笑 怎樣笑呢 就比如 已經幫我想起對白了 那些 居民們 我來遲你 已經是很多 很多創作在裡面 不停笑笑笑笑 又在那裡圈 說為什麼 林瑞倫穿那條 那個黃金戰衣 下面那部分 是西褲來的 旁邊的消防員 明明都是黃金戰褲的 那 很多很多很多 即是 不停在那裡 很多的笑 然後我就打開一份主流的報章 我去看 那些有很多政治解碼的 然後 然後就很多那些很資深的傳媒人 他們就會寫 其實這次是一個很大的機會來的 林公公把自己的民望 在谷底上面挽回下來 希望 然後大家就說 不過你也是做show的了 但是 然後 又會引述那些什麼 紐約市長 在911之後 第一時間回去指揮現場 然後就說那個民望很澎白 我想說一件事就是 在主流媒體看這件事裏面 對林公公 除了頭條新聞 頭條新聞一定不是這樣的 但是 在那些報紙專 那些報紙 政治解碼 什麼八方七方六方那些 即是 他們是有一種移中流程的 即是對林公公 那這個是一個例子 那另一個例子就是 在 啊